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刘大鹏 我是2002年去日本留学 2005年毕业于日本System Science Ustnomia Simongago 日语是这么发音的 我是2005年毕业之后的话 我是就职于日本的121证券公司 一直到2010年8月份 一直在这家公司 做的是金融担当的职务 我今天所想求职的方向的话 我想应该是偏向于服务 培训师这一块的话 我也特别想做 因为这是我短板 我口才不好 谢谢大家 你说完之后 自己都把自己吓了一跳吧 我有点太紧张了 不是你有点太紧张说 因为我个儿特别小 所以我想挑战跳高 咱们找工作呢 不是让你挑战人生呢 行吗 你有一短板是你语言表达能力不好 你要做培训师 是不是因为你相信一句话 就是我能 不是因为我从小的时候的话 我就是看着那个口才特别好的人 像张上刚老师您 我就特别崇拜 你小时候就看过吗 不是 事实上的事的话 没有不可能的事 如果一个人努力的话 他就能成功 事实上的事 一定有不可能的事 一定有不可能的事 比如说 你不可能主持这个节目 来 你主持一下 来 大家给主持人热烈的掌声 今天张绍刚老师能给我这个舞台 能让我去展示我自己的短处 我觉得现在没有经受培训的情况下 我觉得我真的主持不了张绍刚 我跟你说 我这么半天就劝你一件事 扬长 闭短 闭短 对吧 没错吧 没错 咱们就说说咱们的专业的事 好不好 好嘞 金融担当是干嘛的 金融担当的话 我做的这个是跟那个外汇 金融衍生品挂钩的 其实你就是个操作员 对不对 没错吧 我担任分析工作 你担任分析工作 我后来是担任分析工作 你担任分析工作担任了多久 担任了两年 担任了两年分析工作 你给大家分析外汇走势 对 然后告诉大家怎么买怎么卖 对 为什么不干了呢 好好的 不是 我那个时候的话 我是跟那个 我相处了五年的女朋友 我们两个分手了 那是个日本人 中国人 当时的话 我就是自己状态特别差 我觉得 我五年了 跟她在一起相处的话 我没看清这个人 什么叫你没看清这个人 分手就分手 人女孩还说没看清你呢 反正就是当时你的意思是 你窝里肚子火 对不对 当时她跟我相处的同时的话 还跟另外一个人相处 别瞎啊 没结婚呢 大家多点选择 也不至于就是那么 我的意思是 咱们不能干那个脚踩几条船的事 但是 因为她没结婚呢 她还是个自由人 是吧 是自由人 对 她是跟 就是我说 那个她跟相处的那个人的话 是她原来高中的同学 那人家在你先 不是啊 他们俩原先的话 没有就是恋爱 那谁不算清为主吗 人家高中就是同学 你后来才认识的 就分手了 对 你受到伤害了 对 你就回国了 是 10年到现在 这小两年了吗 是吧 干嘛呢你 我就是状态特别不好 什么都不想干 然后一直在家反思 我们俩的这些年 反思你俩的事 对 现在想清楚了吗 想清楚了 已经心底无私天地宽了吧 可以开始一段崭新的生活了吧 对 我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想找个工作 再重新找女朋友吧 对吧 短时间的话 我不想考虑这个问题 但是得找个工作吧 对 是吧 咱的优势是什么 我的优点的话 我想就是我在日本 从事了八年的服务行业 这样 拿日语给我们介绍一下 非你梦属这个节目 让日本的观众朋友 也了解一下 他是中国人是吧 不是不是不是 你生活那么多年 不是真的日语不好 我今天 我今天真的特别紧张 不是紧张大朋友 就是这个日语的语感 进日语的 他有那个架势 你知道 咱们基础就是这些 其实你对生活没有激情 你没有对自己的一个要求 所以反而就停在那地方 找工作真的需要激情 大朋友 爱情也需要激情 好了 来吧 十二位 做出你们的根据初步印象 和前期问题 所做出来的第一次判断 继续还是离开 选择 你们这速度也太快了吧 杜魁老师为什么离开了 他可以从一个基础的 服务的这种 岗位开始 包括他形象 各方面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从这边 无论是做培训还是做销售 其实现在他这个状态 其实都不合适 我是 我觉得就是没有留得 那个原因是因为我觉得 他的自学能力啊 包括适应调整的能力偏差 按说在日本一个 这么激烈的环境中 这个能力应该是 很强的一个竞争能力 我可以回答一下 一会儿 一会儿 这是他们提他们的 咱要淡定 一个男的 女人说完话之后 咱们干嘛要急于表白 对不对 咱们要心里面特别有数 我给你建议吧 这个我建议你尽快脱离 目前这种状态 因为三十一岁了是吧 三十一了 对三十一岁 这个尽快找到一个专厂 你自己的将来的这个社会上 能力足的地方 好 七位离开了 还有五位留下来 所以我帮着你 好不好大朋友 好的 别那么紧张 尽可能快地来适应 尽可能快地来适应 包括适应这个场地 也是适应社会的组成部分 天生我有才 我给你出个题目 是我前两天遇到的 因为你留了服务行业 假设你在一个餐馆里面 你是店面经理 饭馆里 你们家有一道菜叫鱼头 我是老客户 我又点了鱼头 我发现今天有点糊 我就把你叫来了 我说不行你得退 我已经吃了几块 但是糊 我要不了得退 你怎么处理 那我再给您家道菜呢 我不要菜了 小伙子我要赶紧走 你就把这个菜 迅速地给我退了 结账 好不好 这样的话 我把这个鱼头的话 给你打个折 我刚说退了 你告诉我打个折 糊了 喝五 糊了 那好了 糊了 我现在的话 就是拿这个鱼头的话 我让厨房的师傅看一下它 如果是真的糊的话 我们马上的话把这个颤子 你什么意思 是我给他弄糊的 什么叫真的糊 你看看是不是糊的吗 看锅边都糊了 你做不了主 你是经理 你做不了主 我是经理的角色呀 我告诉你 你是店面经理嘛 重来一下什么 好吗 来 退了 先生 非常对不起 今天的话 给您带来这么大的麻烦的话 我非常地抱歉 没多大的麻烦 这道鱼的话 现在已经糊了 我已经看到了 我现在的话 马上的话 把这道鱼的钱的话 退给您 而且的话 这块有一个小礼物 欢迎您下次光临 还有小礼物 但你刚才说到的 那个角色是什么角色 那个是店员的角色 那是店员的角色 要是经理有自主权 就不一样了 对呀 刚刚第一个储礼的时候 你坚决不退的时候 我作为老板 我紧张到毛都竖起来了 对那个 不 女孩子叫头发吧 好吧 就是说明我很紧张 流汗了 在咖啡之一 在我们那儿 只要客人不满意 任何一个人都有权利 立即退货 不买单 不是说你有权利就可以退 服务员也要以顾客满意之上 这没有什么道理可讲的 就他后面的表现怎么样 就作为经理 有点处理权 还给送小礼物 还不错 还行 但是我觉得诚意还不够 是你做的不对 你应该有更多的诚意 去表达这个 你只是在形式上 解决了这个问题 他做货行业有一个好 就像我这种急脾气的客户 急脾气的客人 没机器 最后我肯定 举着双手脚线投降 可能你的这种软眠 好脾气 会让暴躁的客人 会慢慢的安静下来 他会让一般的客人 暴躁起来 你是愿意做报告 和数字打交道 还是想找一份 和更多的和人 做人际沟通的这种工作 因为我原先 做金融担当的时候 就是经常 直接回答 你能直接给我一个结果吗 我想做跟人 打交道多的工作 好 来 还有五位留下来 主动权转移到大鹏手里 五位 选择 锐不可量的隐风 仍然流了下来 于是那个问题 又浮现在了 我们的脑海当中 咖啡之意 要招多少人 盘浅不上感情 上次我们在舞台上 招了一个 从日本过来的刘洪 现在我们会锁店 非常好 对 他的服务 让客人觉得很受尊敬 就是很多 从日本回来的男性啊 然后都是因为在日本 不定遭了什么打击了 就回来了 回来做的第一件事情 都是花一两年的时间 来让自己 从内心的伤痛 平复下来 前两年有一个 你是第二个 前两天的那个 就被咖啡之意找走了 如果你再去了咖啡之意 你们以后可以用日语交流 来 职位是什么 店长助理 店长助理 对 然后 从 三千的事自己来 三千五开始吧 三千五 两个月使用期 包车包住 对 想清楚 15秒钟 大鹏告诉我们 这份工作你是接受 还是谢谢 再见 我的选择是我接受 我不会让你刷的 你不对的 恭喜小时成功 非你莫属的新书为您送上 谢谢许瑞 哎呀妈呀 这急死急死我们了 为什么会选择咖啡之意 他的经营理念吧 我特别认同 三个月以后交答一件 希望看到你 不一样吧 小伙子的样挺好的 他刚刚很有力量的 跟我说了一句 你是对的 我们担心 三个月以后 记住尹峰 今天一天 两张卷子要答了 尹峰 我们还给你准备了一个